这个队背还不一定有杰斯 真的很拼 而且这个阵容又像前面BLG 可能很多场比赛那样 就是他们很吃刘青松的开团 如果刘青松的团战阶段 开的团不是特别好 那这个阵容将会很难把团打起来 而京东这个阵容 其实发育下去打团 这个双C加打野 又是卡纳尾的一个破败王 我个人认为是容错率要高很多的 而且其实左边手很长 如果说松松开不起来团的话 杰斯的破口加上这个 每个座的激光 不然右边非常难受 这一局阵容选下BLG阵容有一点点拼 而且这把因为上路是一个 刀没打杰斯的对局吧 我觉得前面更多的BLG里面 一定要保护上半区 但你在保护上半区的同时 那你的这个刷野路线 你就很难做到说 比较针对破败王 因为你基本上不是刷上去 也是第二波出来 你要先往上路靠了 那破败王这个英雄大家都懂得对吧 前面如果跟赵信能够获得一个偏 军事发育的情况 就已经是很舒服的了 来吧 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BO3的第一小局 京东这边在蓝 而BLG是主动选的红色方 红色方选了一个非常拼的阵容 看一下前期能不能拼出来吧 而且又是顶了卡纳威的一个破败王 因为前面有些队伍会在前三手 把卡纳威这个破败王直接给搬了 就像有很多队伍会在前三手 把这边破败发条给搬掉一样 这三手这三场直接 就是我说这三手没有斑破败王 我觉得也是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吧 如果能应对 那下面好说 不能应对 那可能第二场开始就要考虑了 对 后破这个出装 也是跟对面两个队伍要发育了 直接一个小长剑 而刀勾这边更是直接也萃取了 这把都知道主战场不是自己的下半区 其实金克斯也有之前 因为有长剑三红出来 然后推完三波线回去再出那个萃取 但现在其实有一种 就现在金克斯也不会说像硬发育 就因为他也不会说再回去 他可能会更注重线上的压制力 都是刷上去的 都刷上去 那这肯定就是针对上路了 而且卡纳威这待遇是高 辅助都往往扛了一下 有点厉害 但是中路其实不一样 中路缝缝前期还是要被推的 他毕竟是一个阿卡利 前期非常弱 以及学W的Breece Breece其实最招牌的两个英雄 一个刀门一个就是剑击 瑞文 对 瑞文这二级抓下 来一个反其道行之 知道你新克斯没有一个计划 但闪现挡了千载优业 流星松这波太关键了 这波直接闪现能挡住这个千载优业 不给你一个机会了 主要是因为京东设计这个套路 是因为你金克斯没有进化 但流星松真的是 哇 这波判断太好了 他知道如果AD被晕就必死 这波 哎呀 那难受 这波 其实破败王在野区会有一点点难受了 现在 但标记这边下路没有召唤师技能 其实没那么难受 因为本身这个二打二 我也不觉得左边这个有太大优势 泰坦打辽大 对线毕竟没那么好打 所以这波真的 我觉得流星松判断非常好 没有杀掉的话 右边是转一点的 而且这样赵信 抢先一步来到上路 直接来 他是刷完三 刷完四组直接来的 这个时候按理来说 应该是打红帮 你垂上去 三六九有点危险 怎么说 直接戳戳戳上来 闪现 跟闪 给了一个传递门 直接闪现过来 一个W 破败王赶 赶得上吗 最后是巨破之舞 拿到这个人头 对 风斩天池也是帮忙减速了一下 那这样也来 Breece在上路会稍微好过一点点 这就是第一波 没抓到带来的连锁反应 就是你打也慢一点 慢一点 你这波上来慢一点 你上来就先死了 而且两个人很果断 标记也知道 交双闪杀完之后 尽快杀掉 不让对面的破败王过来救 回剑 给点压力 卡拿尾现在这个刷野的节奏非常不好 主要是因为 下路这一波抓完 现在上半区只打了一个蛤蟆 同时这也是 卡拿尾选手在LPL的第200次出场 一级刘青松这个闪现挡 还是对局势造成了挺大的一个影响 老辅助 经验老道 知道这波不挡的话 肯定要出问题 那这样上路其实369非常难受 因为自己闪现没了 虽然对面闪现也没了 但对面这波拿了人头 回家之后 布里斯可以大补一波 主要杰斯这英雄打 刀妹没闪现6级要死的呀 对吧 他没闪现6级 刀妹找机会 拉到就死了 不会到达5级 布里斯也是直接交机机上来 第一件是要出破败的 高子哥这会儿你们稳住 我中央压5刀 稳住稳住 发育下去 我们的阵容横移 那这边369也懂了 直接把线空在塔前 这样一来 刀妹对他的威胁不特别大 这波是往前推的线 赵新来反蹲 而且这样反蹲完 可以顺路回去刷自己的下半区 问题不大 标记下路可以撤了 这波再往前压 赵新这个反蹲就 有点浪费了 对 这个时候就不要让自己 有太大压力嘛 因为你也不知道 对面打野的位置 现在 中路压高对线 也对得非常不错 现在佛服在中路 其实挺难受的 这种代理的消耗不过 还是长手打短手 而且 对 他又是一个征服者吗 现在369得注意 因为自己开始 亏力一波兵线 他虽然现在是5级 但Brice不一定是 他有可能试完这波 就已经到6了 但这波其实 第一波下路回家 刘青松可以动一波 刘青松动的话 要么抓上 要么去中帮忙推线 这波抓上的话 有点机会啊 你别说 因为上路的这个 杰斯是没闪的 卡一个倒霉到6 卡纳薇刚好也来了 现在已经看到 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刘青松稍微蹲一下 这不可能强行上吧 卡纳薇这边 刘青松等卡纳薇走了再来 这波是挺有机会的 其实 而且杰斯把自己的意状了 已经能放过 大招命中减速到 再被减速一个尺 运步看了小回头 应该是杀了 就看能不能换了 赵新也来了 赵新也在旁边 牙膏也过来 牙膏已经到达6级 这波先蹲一下 那一看野斧都在 青松也选择不上了 哇这样 369对线彻底要崩了呀 主要这波刘青松的机会 找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他知道 这波上来 刀妹正好有6 对吧 你只要被刀妹大了 你就死了 刚好369也是放松了警惕 觉得打野刚才在旁边 晃过一下 都不在下路也没有关系 反正这波线 自己也能闻闻经验 你说的很对 这波要是 打野没在那晃一下 他可能都不会这么往前 对 因为他知道这波兵线对面 说肯定是到6了 自己都5级半的经验了 对面多自己这么多经验 肯定是要到6 但是打野晃了一下 看他也把眼都排掉了 辅助来了 那刀哥就可以上线 进行一个推线了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 BLG的下路并不知道 破败王的位置 而他们在河道处 你可以发现是没有视野的 该打得非常小心 但松松现在是已经 原成伤好了 我觉得今天前 7分钟的内容 BLG处理的要比之前好 而且 他们在下路这条线上吧 其实是带动团队 起了一些节奏的前面 应该说刘青松这个人 带动团队还是起了一些节奏的 一起的挡 帮助自己一个连锁反应 上路算也算是个眼神助攻了 托曼对面打野的节奏 让自己打野抓到了上单 这波因为自己的造型在身边 所以BLG这边选择是直接 让金克斯上前配合上 刘青松的前压把线推了 赵新也再次下来 做一波纪律性比较强的 这个反蹲 都是在自己的这个 前推的情况下 站到自己双人组的身后 但其实也都懂 刚才那个眼位消失的时候 是已经发现了 就知道对面发现了自己 三打三 但阿卡丽这边先靠了 勾到松松 但松松是有原生伤 而且这个位置勾到也没效果 那这样有一波 先动小龙的机会 对于卡丹威来讲 因为下路线是推过去了 而中路其实牙膏也可以推线 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小龙打了 但这个小龙打的同时 微微可以去选择换先锋 如果是一换一对BLG来讲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BLG甚至选择 有点想过来接 因为你看到 微微在地图上已经回靠了 大招 这边是来了一个超级 死神飞弹吧 后部打到了一个半血 但想要上马 直接一指 只到的是一个MISI旁边 才能给了一个大招 是给到了Doggo Doggo还没有阵亡 回头想要打 MISI交出了一个闪圈上 位置给拉开 空管天零下来 但是这边并不是好 反而是牙膏 被中单给修掉 微微刚才一个阿闪 打了三个人的伤害 Doggo这边再往前追 但后皮就在草里了 所以Doggo没有打到底 这波标记在 不选择一换一的情况下 强行接了拨团 也利用自己在前期 更能打的这个赵信 把团战给接赢了 这毕竟前面 刀妹赵信阿卡利 也没有前面不接的 没有前面不接的道理 对面是个维克托 而且刘青松也明白 这波即使是 五打六的辅助等级差 只要我把团开起来 我的兄弟们 就可以帮我 把这个问题解决 Doggo的耗血 做得也很不错 这个大直接把 Hope炸到了半血之下 Hope这个时候 就没有什么作战能力的 勾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 阿卡利对双C的一个限制 以及赵信之波 非常精彩的R闪 连躲带打 这波是 躲掉了通关天灵的 伤害的同时 还帮助自己的团队 把对方的阵型扫散了 而且标记很舒服 人头是双C 一人一个 同时上路现在也是优势 借助中上的一个优势 现在也是可以来 拿这个先锋 那节奏还是在 Doggo这边 而且这个先锋 京东是完全没有机会来争的 就拖嘛 对于京东来说就是拖 后期确实能打 但这段时间太难受了呀 阿卡利 赵信和刀妹的强势期 而且现在其实 BLG还可以选择的是 他们直接上来 一会儿让金克斯 就地进行一个换线 看看会不会这样做 并没有 还是要下去首线 金克斯还让回下路 继续吃 因为毕竟刚才打先锋 金克斯没有 走到先锋这个地方 如果就地换线放先锋 感觉上塔都可以直接配合金克斯推掉 毕竟其次的首线能力也就那样 如果说金克斯愿意来的话 是有机会可以推的 但这波感觉 京东存亏啊 好像最多最多换一个渡层 甚至刘青松上来 这个后部点塔是要掂量掂量的 还好有一个小柱灵 宽一层 而这波回家 布里斯是已经掏到了破败 直接踢到线上 那现在 369很难受了呀 他不敢吃线了 你可以看到上路 369现在不能往前了 往前被草里的刀没蹲到 就要打闪至少 这个位置 不能往前了 布里斯特意给了一个浅草的针焰 同时这个针焰是比较靠后的 杰斯要点又比较难 布里斯可以慢慢控线 这是一波回推的线 而且赵希就在旁边 稍微蹲了一下 然后再回程 哇 布里斯这边用身体挡 这个泡 不让他来的牛 去吃这个远程兵 现在留四个远程兵 就让这个冰线慢慢推过来 三队9还不太敢靠前排这个眼 也被刀没给逼退了 这把因为两边打野 现在都在以反蹲为主 所以看起来 做到的事情 稍微少一点 但其实他们的选位 都比较照顾现在的队友 当然上路这条线 京东是救不了了已经 这种情况 打野来也是被双杀 所以算了吧 69哥自己玩霸射霸射 A0一下一眼 布里斯赶紧A两个兵 事宜别动 你干嘛 是我真眼 让开 下落 赵希好像反正到了 这边没有闪现的 结北地在原地 这边开出了一个星约横扫 夹子夹住了泰坦 泰坦这个位置A一下自己还是要死 营业炸得不错 通关天灵收掉了赵姓 这块淼表可能要立功 卡娜威捡了赵姓的魂之后 有一个免费的通关天灵 甚至他都不想交 而是直接交闪下去 确保人头百分之百落袋 哇 这波对于这块苗表来说 可谓价值千金啊 就是因为这块苗表第一时间没有秒到 这才让左边有足够的反打空间 哇 这波苗表你说它是有点往上迈的 我都信啊 但上路拉到冲上来 被敲走了 倒霉的卡下 大招就快闪现 但还是 按闪不掉 有一点点问题 它闪的位置 不太对 有一发火箭 倒扣能不能收拾这个残局 中路给信号了 中路给信号了 给信号了 哇 它拉扯成功了 呼吸这个是预判闪现 只有这一种说法 对吧 我不信是天脸 它就硬大的那么歪 一定是预判闪现啊 单车波没有预判到 但是它这波是闪歪了 大空了 这波其实还是挺有机会可以杀的 369这个敲敲的好呀 杰斯的这个敲的优先级太高了 先看一下下半局啊 大 定道 在解除控制那一瞬间 原地交信针 这也是拖了足够久的时间 然后让厄飞流斯的营宴大 加上破败王的伤害打满了 这波卡拉伟真的是 连大都不想敲啊 他这波可以有免费的通话天灵都没用 这个敲的优先级太高了 对 是在大招的空 是在Q的空中给人捶回来了 好一个shadow 也去又开刀 知道你迷死你闪现 还下最后一点点下也好了 这个闪现是躲掉了 红闪电池 但是下路 塔屁要被吃两层 还能放前锋 其实这波节奏依然在BLG手里 只是上路这样 Brice送了一波 整个上半区的对线有点不舒服了 现在进入到宽闭阶段 养刀狗 也只能是宽闭了 上路兄弟 你没有对得住前面兄弟给你建立的优势 月塔送了一波 这369直接一敲 给Brice敲晕了 前面那么大的优势 369这个敲确实有点精髓 然后我之前还看过那个up主作的测试 就杰斯这个一技能 能打断巨多位移 而且能让很多技能强制回到起始的位置 很厉害 确实很猛 但节奏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波下路顺势控了一条小龙 对于有进攻压力的阵容来讲 这条龙拿到是好事 但松松又来了 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 这里边已经被一个阵影给发现了 想要动松松吗 松松是有一个海克斯闪的 刘群松直接往上靠 不给京东机会 牙膏这把发育倒是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自己又拿人头 神话装也出出来 主要对京东来说最舒服的 现在还是上路回到游戏了呀 本来上路已经打出积极了 本来上路哥三队不是要被单杀的 就再单杀一波 月塔单杀一波 兵线推进来又是回推线 直接双手离开键盘 现在好歹369是有一个CD鞋 又有一个星石在身上 如果说真的对拼一套的话 他可以 他稍微有一点点反弹 不像刚才一样 就是被N号的 而且主要来到打团阶段 刀妹这个影响打团肯定是要作用 比杰斯难发挥的 刀妹打团的核心在于 你的大能不能命中比较多的目标 而是Q能不能够把这个目标全部给击中 然后刷新自己去 就先用大打个减速嘛 说白了 打个优异跟减速 你进不进场都是二输 但是就是这个大招 这又不是当年刚出的 刚重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脚械的 脚械太赖了 设计师当时也是想了点猪傲 给这一球加个脚械咋打 这右边要是中单上单 都是没有改版之前 一个遮蔽加一个脚械 太可怕了 顶防一打 二先锋 京东也是只能放了 主要这个时候 还是要让维托在下半 去跟阿海利带这条线 而且中路的双人组 依然在推进 那 线 吃一吃 先锋放一放 接下来还是要看 中期标记这边 能不能继续掀起 一些进攻的节奏了 卡丹韦现在就跟在双人组旁边 因为知道对面 如果想推的话 其实中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先锋 如果放在中路 中路抬一掉 那左边就非常非常对动 一家选手 这边给得到Dogo 这个时候杰斯来到正面 帮助团队把中路的线 再往前捆一捆 然后再回到上半区 其实感觉这段时间 对于必要记来说 还是得等下条小龙啊 他只能来控龙找这个节奏 因为这个阵容 还是我们讲先锋 只有松松一个人 而对线期逐渐结束的情况下 松松必须要保证 能够站在中路 保到够推中路的线 而且因为是阿卡利 打维克托的一个队线吧 导致这个防御塔的血量 没有办法耗到比较高 W 但是没有选择别人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边的视野 其实不要 其实在河道做了很多视野 但是在河道以外 他们是没有做太多的眼位 进京东的野区 京东是一线排开的一个防守眼 在每一个要进来的草丛的位置 都是有眼位 这样可以防止不要 继续扩大优势 而现在三队九直接踢 踢到冰上 但是这个踢下来 其实也没有特别好手 因为过来直接放先锋就可以了 不 这个 这波不要放吧 我觉得这波放就 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 一定要下 大招开 开到 太惨是开始已经交过闪现了 这波回来看一下人头给谁 人头是被刘青松的W给炸掉了 这波missing其实失误蛮严重的呀 因为没必要去那个位置 而且第一时间 其实已经看到那个位置 那此了一个补助 这个先锋可以放了 可能这波阵亡会导致京东的中塔要被推掉 而且上塔也要被推 上塔中塔小龙 可能这是一个连锁版 是的 主要是中塔比较关键吧 我觉得这个阵容 中塔守不住了 接下来可能对方 更能找机会了 如果这个阵容一直有中塔 在双人路都活着站住中的情况下 我觉得第二阵攻击 真的只能靠龙船了 这波missing 有点迷路啊 他如果真的想要去上路的话 其实可以绕远一点 然后直接走线上去 而且上路那个塔的血量 如果说必要机要是硬包的话 金钟是守不了的 就也只能给啊 但那毕竟是个上路一塔的 我觉得总比掉中路一塔强啊 这波打完之后 标记 只是重新找回节奏 三多外塔全推 拿小龙 哦 小龙马上就要刷 马上就要拿小龙 不过现在 金钟也知道自己 小龙拿不了 直接 让坎德韦来上路 但刘青松预判了 你会在 反叛区换我上路的资源 或者让我上路吃不了线 所以刘青松直接过来反对了 这样 对方的人也更多一点 龙是肯定可以拿到 但是金钟这边 也可以换一个上半区的资源 不过这个 因为有刘青松在 应该是有机会守的 来看一下啊 而且这样不会让 就是说三个人 把上路给越了 上路越了是可以推二塔 嗯 松松就在旁边 就在野区 很想守 算了算了算了 有点危险 主要这个时候 打掉龙的警报 刚刚出现 让对方的三个人 可以放心大胆地 把龙马上 而且这个时候 阿卡离师在下路露头了 下路开始是已经在 把线推到了二塔附近 想想抢F6 但是F6被拉脱了 下一条小龙 那其实如果要等到龙 还要等到30分钟 其实如果真的等到30分钟 京东是完全有机会可以打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京东刚才这个中路一塔一掉 感觉在中期 还是要小心啊 因为中路一塔一掉 两个龙区的视野都不好做 如果中路塔还在的话 他只要把两边入口给做住 他其实不太好掉龙 他其实防守视野比较好做 但是如果中路一掉的话 对面是很容易 退完中路线 入侵你F6 以及三郎附近的视野 那么京东就只能侧中一边的视野 而且这把BLG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优势 就是这个阵容 我们也见过他玩的 他可以照性下局 配合金克斯在那个上面 把龙抠了 大轮 但是 但是金克斯因为出的是狂风 伤害不是特别高 感觉还需要等一等 是的 但就是说这个视野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阿卡利 也可以反向 有你进龙坑吧 所以这个龙区的视野 如果丢了 我觉得对于京东来讲 真的压力还蛮大的 现在不要几乎无云 三线推进之后 直接进野区做视野 就直接把兵线压进来 逼京东犯失误 给了一个真眼 这边应该是第一低蓝视频吗 已经知道了 这个附近没有任何的视野了 刚才 米森赶紧过来把眼补上 三六九 来到石头人附近 这边不是赛墩 但是不是出草的那一瞬间 才看到三六九 哎 小石头人坐位移 位子上来 打闪 还有一片刀 三六九走位不错 没有被第二片的先锋支人拉到 而且反手有人来包了 上面能打大龙吗 好像打不了 布瑞斯这边又要因为自己的绑状 而付出代价了 而且好不容易补出来的这个赏金 是让ad拿到的呀 主要这波也没有完全确定 对方人的位置就动杀心了 可能就是因为前面那波 月塔失败了 真的心里比较着急 对吧 没道理啊 这样 这个 这一波其实确实有点没道理 但是 因为自己被动攒起来了 被动攒起来 而且还Q了两个小石头 人感觉是不是有机会 我觉得那位置杀了他也死了 咱就马后炮讲 对吧 杀了他也死了 而且他是个终结人头 对啊 就是 除非有一种情况是你的队友能打大龙 这波 我觉得你这样上是OK的 但你的队友完全打不了大龙 然后你也不知道对面打野第一时间的位置 你这样上就是 比较冲动吧 我觉得就是比较冲动 而且就是你完全没退路啊 其实就算真杀了 你也要死在这个地方 后普忽然天降横财 吃了一个终结人头 挺舒服的 后普回家拿到自己的杀戮了 而且刀妹这个英雄 其实打团挺看闪的 就没闪现 这个英雄感觉打团 特别不好打 看一下下一波吧 这条小龙 京东可能会想接了 主要因为如果这条不接 自己在接下来龙魂团的压力太大了 而且这一条杰斯的装备也还不错 杰斯一定是有磨切的 下一波 只是打野的装备有差距 打野这边 微微是领先一个血手 但破败王强行买表了嘛 他不要成装都买表了 就是为了看看郑国团 能不能利用这个表接一下 但是现在边带压力 京东非常大呀 标记给的边带压力非常足 因为这两个边带的英雄 如果不上头 其实很难被杀的 这个塔并没有给吃掉 区域经济还在 来野军找找的机会 这一波单杀 给个侠阵兄弟们能不能救 伯伯 在这些侠阵里面 救不了 救不了 抓标记这个时候 两条单人线都挺急的 想站出来 布瑞斯来了 这波有机会 这波369不能装 369直接跑 对 这波他也知道不能装 随便没队友 那这样两边中单复活的话 牙膏没踢 然后伯伯是有个踢的 这条龙在站位的角度来说 牙膏会暂时晚一点到 先来看一下上路是怎么回事 视野看到了牙膏 一个爆炸果实过来的 大招一眼 蚱一臂中 连招非常的流畅 甚至没有吃到这个经过 下路这边好像真的是完成了单杀 但是有人过来 这边最终还是完成了一波 小小互换回头一勾 勾到是一个看着幸运护卫的打野 然后那边大招 太阳要斑 是命中了打野的一个 可大卫 再加上一个狂风 连同后 一起收下 暂时破灭了京东翻盘的希望 这一波已经不是火龙的问题了 好像要掉大龙了 刘群松的技能给的非常好 卡纳卫甚至连大都没开出来 这波EQ EQR痛死了 而且卡纳卫这把铁板鞋 其实挺过分的 右边对他还是有空 主要有莱奥娜出铁板鞋 就挺过分的 这个铁板鞋 直接让莱奥娜的床上 把它摁得动不了了 他如果不出铁板鞋 起码秒表是能按出来的 波波这波出来有大招 牙膏再往前走 可能有点危险 波波出来了 这波要开谁 这波好像有直接动 那大招第一段是被 一直给打断了 大招第二段 直接收掉了牙膏的人头 一个日能把声音给拉开之后 那这样一来 大龙也可以拿下 同时击杀了中单和辅助 标击这一把 机会非常的大 而且这一波打完之后 因为中单辅助阵亡 金东也不能去看这个 不能去看这个小龙了 说实话 感觉这把刘群松老父亲啊 这波又是他一个闪现Q 直接把牙膏秒了 先看一下 这个一打一是怎么换的 这波就是真单杀了 走过来 爱欧尼亚昂扶灭 大招 QE AQ一下 这波互换 换了 起码还是换了 但是你要看这波互换 王杰被控死了 回头 勾到过来 鸡飞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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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蜂 直接秒了 龙在一拿 那这把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三线推进就行了 给了阿卡利带一条线 他是单带比较 安全的那个位置 而德狗现在是有双招的 他这不会够一切都好说 后白王在旁边 距离一个同观天灵 狂风 拉伸位 德狗直接回到了一个拐角 不给迷信勾 他不给迷信大 主要是 这个距离刚才可能会直接被大 京东想把线顶出来 但是你真的防守这一波 因为这波防守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三路兵线一起压进来 是的 而且上路的兵线 现在被推得很难受 没有人能去守 三又绝对小心啊 他这个位置被开到 是要被秒的 他这个血量 打招 打Poke Doggle这边 非常喜欢用 究极此人背带线来Poke 上路的线 也要被阿卡利给带到头了 这个上路的 二塔 应该是要被推掉了 大炮车就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 而中路的话 兵线也到了 Doggle通过一发 可能也把这个二塔拿下来 现在三线的压力都蛮大的 因为呼吸已经去下面再去取代了 上路台也推掉 三线B进 现在你只能守一条路 看来守哪一条 三线B进来 这边的话是守了上路和中路 下路的话是稍微放了一下 都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压力啊 这Doggle装备实在太好了 Doggle是无尽 你再加一个暴风大线 下路布里直接指挥一下小兵 上路要单杀了 又一次REB中 在小极图上就看到了 REB中之后 甚至是只有一个QA收掉对面人 头再大了出来 那这样一来是有可能直接破三路的 而且再死人要一波了 REB中这个位置 大刀定到 但是迷子的钩是已经出来了 那中路先推掉 可以配合队友转上路 因为下路刀妹自己带就已经够了 但是如果你守上路的话 下路就守不了 这边 已经都是选择放一路 放两路 这边是硬手下路 感觉现在BLG稳一点就毙了呀 稳一点真可以毙了 因为下波兵线其实还有一点点远 但是这里369 369直接锤上去了 369这边被狂风 再加一出平A Doggle收掉这个人头 再往前追 迷子也跑不掉了 他是没有闪现的 在原地位开出了一个金身 而在后面 两个刺客直接切到了后排 那我们应该是可以攻击BLG 28分钟窒息运营 赢下第一局比赛 这局也不如是黄C啊 BLG这边 对 终野福吧 我觉得终野福在中期都站出来了 AD主要还没有到他发地的时候 因为AD这把就全程 不太需要到他现操作的时候 但是呼吸确实有点上头了 有两波比较上头 但没关系 整个团队的进攻是比较流畅的 对 也恭喜BLG 这把我觉得依然向我们展示的 就是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 他们在团队的配合上面 还是要好了挺多